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8人达到了361位 而令人欣慰的是 治愈人数也增加了不少 增加了313人 总共有527位幸运人被治愈 美国方面的情况也不如乐观 先前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新增病例 可是根据CDC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确诊达到了11人 且疑似病例也增加至167人 而加拿大方面 目前也已确诊了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北美地区人传人病例现象开始增多 所以大家需要提高警惕 尽量避免接触刚从国内回来的同胞 而刚从国内归来的广大花儿朋友 也希望能够自觉自行隔离15天 确保自身以及身边人的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